一般我打对抗路 我都喜欢五楼选英雄 为什么呢 因为后手选英雄作用真的很大 像这局我是五楼 这局游戏里面最后一个选英雄的 我就可以挑一个克制对面阵容的英雄 你们看 连坡流善赵云 就这个阵容肉都要死 我要是先手选了关羽 我得难受死 但是我是五楼 我直接手一手铝布 这就舒服的很 朱状明文在视频最后 对面连坡也是带惩戒的 一级也是要拿河蟹的 但是唯一技能加惩戒整查线有2250 比连坡高 他是抢不到河蟹的 但是我们家橘子非常聪明 他知道一级连坡要拿河蟹直接过来帮我蹲 这样说不定能拿连坡一血 连坡过来了 先别漏 河蟹刷了 一技能P一刀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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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刀直接拿下 虽然河蟹没拿到 但是一血明显更赚呀 大家在平时打牌位的时候 如果对面也是边扯 就也可以就上打野一级过来蹲 非常容易就拿到一血了 虽然我线上和连坡打也挺舒服的 但是我队友有点炸 我得去帮忙 要是我发育起来了 队友崩了 那也得量 直接打字跟局都说我去打团 编路交给他 这很关键 局都打团不如我 我担心的支援不如他 我俩换线优势固不 这大局非常有力 这里留上墙战士也 西盾 真上来一刀 拉扯 得进了cd 再来一刀西盾 撞云进场 直接跳大 坐第一刀加成剑 我偷 我偷 这什么情况呀 一下子来这么多人 我这被空的动都动不了啊 还好这局玩的是个铝布 要是关于呢 根本都跑不起来 没有关系 正好上我们是占优的 只要我们崩的不狠 都能靠阵容打回来的 这里对面人都来了 想要下路 就橘子一个人守不住 我得过来帮他 橘子上了 西盾 直接跳大 敌人街交闪 承接加速贴近 一刀抬走 对面敌人街死了 他们就没法打了 正容虽然肉 但同样 他们也持有敌人街有伤害 哎 看到这局我和橘子换线是非常成功的 我打团可以说是势不可挡 留上想算是也 挖一刀附魔 赵云被开想跑 西盾减速 哎他 穿条是吧 直接加速贴近 一刀真杀 哎 西盾减速 哎 再一刀 靠 这么能跑 一个大招 行嘞 夹子大残 我补一刀 哎 张 这小子有闪 铝布他跟关于马超那种强是不一样的 关于马超是切C非常厉害 但是铝布他是那种非常肉 但是杀又高的那种类型 这里对面想压他 但是状态不好 从后面包过来 直接跳到断掉他们的后颅 打我 我真是肉装可不是白出的 一刀先付个魔 开刀赵云 再一刀 哎一下 开刀流伤 这就是铝布 能够能打 呃 这刀空了 啊 没关系 就算一个连坡了 也翻不起多大的浪 打开的时候大招不一定要我来切C 有的时候对面都突进来了 大招保持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里一刀先附魔 一个大招保一下队友 巨额震伤 连坡流伤 瞬间倒下 马可也是不负众望 换掉了几年杰 吕布不一定非要切后盘 引到快足技他前排也是非常不错的 十三分钟 上楼打起来了 赵云大惨一刀才走 五打四 这波直接开 钱够了换将苍雄 大招直接跳塔后几年杰 多低再来一刀 直接才走 连坡残血 一刀真伤直接才走 流伤鞋多杀不死 不用管他 统而抱团压水晶就行 虽然连坡连坡连坡快复活了 但是我方状态非常好 完全可以继续剑团 吸盾一刀先附魔 流伤响卡线 把他赶走 一刀真伤 吸盾撤出来 反手一个大招 这里失误了 应该先用了仓球再玩复活 我还批了 还没用就给复活甲换上了 本来我就有 有了复活甲就更加杀不死 连坡士吧 一刀真伤 再一两下 直接就给他走了 真伤打对面几个人就像切萝卜白菜一样 一波直接拿下 最后也是时代高音的战机结束游戏 接下来出装迷迷迷奉藏